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坏血 副标题 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 在说这本书之前 咱们先来聊聊硅谷 硅谷到底是什么 我估计很多人都说 得了 老刘 你可别跟我们瞎吹了 有的人呢 在网上骂我 你这个时间狗啊 你就是为了拖时间 我们还不知道硅谷吗 那不就是在美国旧金山那个杆栏 聚集了当今世界最顶尖最前沿的科技企业 什么英特尔啊 苹果啊 雅虎啊 谷歌啊 废死不磕啊 还有什么乔布斯 扎克伯格 拉里佩奇 那些亿万富豪 炸肚就在那 啥叫硅谷 硅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科技神话加财富神话 这话说的没错 自1970年以来 硅谷的的确确诞生了不少神话 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另一种硅谷神话 神奇的谎话 话说一个财貌双全的女大学生啊 跟乔布斯一样 大学读了一半辍学了 说我要创业去 我要改变世界 他说呀 他有一个idea 只要从手指上取一滴血 注意 只要一滴哦 放到一个只有信用卡那么大的检测盒里 分分钟现场出结果 能做200多项专业的血液检测 各位啊 我呀 多少有点糖尿病 我每天早上起来要测血糖 这个方式跟测血糖的方式差不多 但是测血糖需要耗材 就叫试纸 这个试纸上面抹一点点血 然后呢 大概五秒钟之内 就给你测出你的血糖值 但是你可注意啊 这只是血糖仪的功能 它只给你出一项血糖的指数 而这个女大学生的主意是什么 就这一点血放到这个检测盒里 我一下给你出200多项血液检测指数 吓人不吓人 要命不要兵 害怕不害怕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这就是这位美女大学生的创业idea 你还真别说呀 你别说外行 就是内行人听了 都相当动心啊 大家都有过那种经历吧 上医院体检去 一排队排好长的队 抽血呢 少则一管 多则好几管 排队几小时 抽血一分钟 等待结果又得好几天 耗时耗力还费钱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要说有一个既轻便又方便的血液检测仪 随时随地给自己验个血 各项体检指标 瞬间就给你出来 请问这个主意牛不牛 这个产品要命不要命 这样神奇又轻便的小盒子 你想不想要 你想不想买 不用说 这个产品的前景就四个字 不可估量 在这个创业点子的驱使之下 2003年一家叫希拉洛斯的医疗公司诞生了 创始人正是从斯坦福辍学的19岁女大学生 伊丽莎白霍姆斯很快公司是势如破竹 投资那就要滚滚而来 短短十年就十年 公司估值苍苍苍的往上涨 涨到将近100亿美元 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角兽 啥叫独角兽 搁中国俏笔话 蝎子爸爸独一份啊 伊丽莎白霍姆斯这个人 持有超过50%的股份 他的个人资产突破45亿美元 30岁那年 登上福布斯全球400名最富有女性行李 各位啊 吓人不吓人 羡慕不羡慕 嫉妒不嫉妒 是不是想找他 要个微信 要个QQ 要个电话号 30岁哦 年仅30岁哦 个人资产45亿美元呢 独角兽企业的掌舵人 创始人 你再来看看 站在这个女人背后的 都是哪些男人 政商两届 大佬云集 公司董事会成员 我给您念的啊 包括美国前国务卿 乔治舒尔茨 亨利基辛格 媒体大亨 莫多克 甲骨文公司创始人 拉里埃利森 传奇创投家 唐纳德卢卡斯 就这几位随便拿出一个 跺跺脚 美国商业圈要颤三颤呢 为什么 凭上一个大二的学生妹子 难道真像乔布斯那样 是不世出的天才吗 但是有那句话你别忘了 叫世出反常 必有妖啊 果不其然 这家红极一时的 硅谷新秀企业 轰然间倒下 2015年10月15号 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 刊载了一篇重磅报道 揭秘了这家独教授企业的真实内幕 原来啊 希拉洛斯压根没什么创新技术 所谓的低血检测 全是弄虚作假 所谓的血液女神 就是个女骗子 一夜之间 硅谷神话 变成了人人唾骂的惊天大骗局 2016年6月1号 福布斯网站将 霍姆斯的净资产估值 从前一年的45亿美元 下调到 零 2018年3月14号 霍姆斯被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指控 大规模诈骗 涉案金额达7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44个亿 从45亿净资产到零资产 编剧写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吧 可是这就是胆上钉钉的真人真事 2018年 国内国外媒体还在疯狂报道 可问题是 你就不纳闷吗 一个大学都没读完的年轻妹子 她怎么能成功忽悠了一众权贵人物 那可是政商两界的大恶呀 靠着谎言 她能打造出一个价值百亿美元的惊天大骗局 难道这里边就这政商两界的这么多大佬 就没人发现不对劲吗 靠着谎言 一家企业竟然能持续十余年之久 可见她有极其严密的保密手段 那么真相最后又是怎么被揭穿的呢 所有这些都在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坏鞋里边 而作者不是别人 正是曝光希拉洛斯真面目的调查记者 约翰卡雷鲁 听完之后 我想咱们大家一块思考一下 这个惊天大骗局说明了什么 他总不会是像我们经常揭露完骗局之后 就那一句话 天上不会掉馅饼 大家只要别贪 凡事多想一想 就能避免上单受骗 这个大骗局他骗的可不是一般人 政商两界没有蠢货呀 甚至那比人精还人精啊 那怎么这帮大佬都被骗了 他到底反映了一些什么样的时代问题呢 闲言少叙输归正传 接下来咱们就给各位讲讲这一期 世纪大仇文 看准医学诊疗行业 白富美辍学去创业 关于这期硅谷大丑闻核心焦点 还是那位年纪轻轻的公司创始人 传说中的女版乔布斯 伊丽莎白霍姆斯 这霍姆斯啊 出身就不简单 家族背景显赫呀 他爷爷的爷爷 是辛辛纳提医院 和辛辛纳提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 至今仍然被人纪念和传送 他爷爷的奶奶呢 是来自美国大名鼎鼎的弗莱斯曼家族 政治和商业背景极深啊 他外祖父毕业于西点军校 曾在五角大楼当官 各位你听听 这个家族涉及的领域 广了去了 横跨美国商界医疗政坛军队 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 出生在这样家庭的孩子 一出生 头顶上就顶着祖上的荣光 按照咱的话说 叼着金钥匙出生的 这金钥匙给你荣光的同时 他也会给你压力啊 活在先辈的显赫名声之下 从小受的教育模式 就不是咱普通家庭孩子能享受得到的 那父母整天跟屁股后边就唠叨啊 你得上舰啊 你得努力啊 你要像先辈那样成为人中龙峰啊 你出生在我们这样显赫的家族 你不能给家族丢脸呢 你身上所承担的是沉甸甸的家族期望啊 千万不能像桃米亚米奇那样不学无数教设引译 需求烂交 那会给咱们家族丢脸的 你爷爷的爷爷 你爷爷的奶奶 你爷爷的姥姥 你爷爷的姥爷 都在天上看着你的 他们九泉之下 那双眼睛是闭不上的 都在死死的盯住你 各位 是不是这样 所以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之下 霍姆斯小小年纪野心就很大 目标也很明确 我要当大老板 我要赚大钱 说个小事 大概也就是霍姆斯十岁那年吧 有个亲戚啊 到他们家来做客逗他玩 丫头啊 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这是很多中国孩子从小被问官的问题 我们的答案很简单 要么是科学家 要么是解放军 要么是律师 要么是医生 对吧 而这个小丫头脱口而出 我要成为亿万富翁 这亲戚一愣 你怎么成亿万富翁啊 为什么不当总统呢 小丫头很认真 小脸一绑 一脸严肃说 不 如果我有十亿美金 总统会来娶我 我估计啊 谁家孩子要是这么说的话 哥咱们顶天也就是乐一乐 小孩嘛 叫童言无忌好玩 对吧 小孩说的话 谁会当真的 但是 这个霍姆斯可不是说说而已啊 事实证明 他此后的人生路径 就朝着这个方向 一路狂奔 当然 这姑娘的智商水平和努力程度 也配得上他这份野心 七岁那年 自己设计了一个时间机器 笔记本上画满了详细的工程图样 十几岁考上重点高中 学习成绩全A 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嘛 2002年 拿着总统奖学金 凭着真本事 进入斯坦福大学 工读化学工程 这可叫斯坦福大学啊 这可是总统奖学金啊 有这样的能耐 什么样的人生梦想 不能去追逐 对吧 人家有这个条件 出身好 家庭条件好 人家还足够努力 可以秒杀 绝大多数的同龄孩子了吧 但是 谁能想到大学生活 才刚刚过去一个学期 霍姆斯做不住 他要辍学去赚钱 你说这是为啥呢 家庭横遭变故吗 对教育体制不满吗 答案通通不是 事情的起因呢 还得追溯到2003年 2003年春天 各位还记得吧 那场席卷全球的SARS疫情 亚洲受影响是最严重的 板栏根卖脱销啊 那年暑假 霍姆斯申请到新加坡 基因组研究院实习 整个夏天 他都在帮忙检测病患样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惊讶地发现 21世纪了 怎么收集样本 用的还是上个世纪的 注射器抽血啊 勉签取分泌物 这类传统手段 你这效率太低了 这技术太落后了 21世纪什么最贵啊 速度效率啊 如今科技如此突飞猛进 这方面咋叫一点没跟上呢 这次实习 霍姆斯大受刺激 他深深觉得医疗诊断技术 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再进一步想 他认为 要是能在这个领域实现一项技术创新 那绝对是一个超级商业蓝图 越想 他赚大钱的欲望就越强烈 就这样 19岁的霍姆斯决定 放弃学业 走上创业之路 很快 他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希拉洛斯 这公司的名字怎么来的呢 非常简单 英文好的人一下就想起来了 这是两个英文单词的组合 一个治疗 一个诊断 好点子加高科技 希拉洛斯成为硅谷新星 前些年互联网创业那是风起云涌啊 您随便进一家咖啡厅 这边桌上说的是 我有个idea 那边桌说 我已经完成A轮了 创业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idea 而是money 找钱 没钱 你什么都玩不赚 霍姆斯的希拉洛斯也是如此 可是你想想 投资人凭什么把钱给你一个大二辍学的小姑娘啊 来 说说你的商业规划盈利模式吧 你还真别说 当霍姆斯跟投资人讲他创业点子的时候 很多人听的是双眼都冒蓝光啊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只要是糖尿病患者听起来都很耳熟啊 看起来也很眼熟啊 只不过他的想法 他的讲法更具高科技感 那就是啊 我先研发一种高科技诊疗贴片 通过微型针无痛采集血液 再由贴片里的微型芯片感应系统进行分析 决定应该释放多少剂量的药物 分析结果呢 会被传输给患者的医生 整个过程实际上很像现在糖尿病人 每天给自己量血糖那个过程 只不过他分析出来的结果是200多项 血糖就出一项 你血糖多少就这一项 而且按照他的设想 这个设备交叉运用了纳米技术和半导体技术 相当前沿 相当创新 此外呢 霍姆斯跟投资者讲他的构想的时候 现场演说魅力十足极富感染力 你想从小在什么家庭长大的 平时接触的都是什么人 这个事受哪把架 投资者们一看纷纷点赞 不到一年时间 2004年底 霍姆斯筹集到600万美元的天使资金 就连他的大学导师钱宁罗伯特森 也觉得这个想法大有前途 主动要求 我要加入公司董事会给你当顾问 还有之前跟他同实验室的博士生师兄 沙奈特罗伊 也入伙了 尽管他觉得师妹想法不大现实 很复杂 而且路程很艰难 但依旧被他的激情和乐观打度 成为了公司的第一名员工 其实这位师兄的怀疑不无道理啊 霍姆斯设想的这种贴片 即治疗 诊断 智能控制于一身 理论上是非常完美的 但是就怕往前想一步 稍加分析 你就会发现 这里边涉及很多技术难题 短短几年是压根没法做出成品的 这一下 霍姆斯不得不接受现实 做贴片实现不了 于是他决定简化产品功能 只保留诊断这一个核心功能 研发一种家用的轻便血液检测仪 对于这台仪器的构造和原理 霍姆斯是这么设想的 仪器主要分两部分 一个较小的检测盒 和一个较大的阅读器 用的时候 只要把血液放进检测盒 再把检测盒放进阅读器 接下来的工作 交给机器就好了 在检测盒里边 有很多微管道 阅读器产生压力 让血液流经微管道 分离出血浆 然后进入最里面的小孔 这些小孔装着不同的抗体 会跟血浆里的不同成分 发生化学反应 并产生信号 最后呢 这些信号会被上传到服务器 经过计算分析之后 在阅读器的屏幕上 显示检测结果 如果咱们说的再专业一点 那这台检测仪 综合了生物化学 微流体技术 听上去是不是高科技 是不是高大伤 假如真让它做出来 患者就不用往医院跑了 自己在家 随时随地 抽血做检查 检查之后 把结果实时传输给医生 医生拿着数据一看 就知道病人情况 必要的时候 还能马上调整用药 霍姆斯期望的是 他构想的这个 验血仪 能跟自己偶像 乔布斯的苹果手机一样 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 当然了 如果你做得出来 我敢相信 哪怕就是稍微贵点 每个家庭都要备胎一台 尤其是有老人的家庭 那么根据调整后的新思路 霍姆斯就带着团队 忙起来了 不到一年时间 捣过出一台原型机 第一台 而且还进一步想出了一个 快速赚钱的商业模式 什么模式呢 把这种血液检测技术 授权给大型制药公司 大家都知道 那些制药企业 每年都花好几百亿美元 做新药的临床实验 如果希拉洛斯的技术 能参与其中 从那几百亿美元当中 分一杯羹 对一个刚起步的 创业公司来说 那就是一笔巨款 总而言之 科技概念 雏形产品 商业模式 人才团队 霍姆斯的创业公司 齐活了 要点子有点子 要钱有钱 要人才有人才 只要启动 那就是巨额收益 滚滚而来 这么好的一条 赚大钱的快船 很快就吸引了 各路风险投资者 我顾问着 2004年到2005年 成天有人手握巨款 排着队 等在希拉洛斯门口 希望能说服 创始人霍姆斯 让他入伙 可是各位别忘了 还是那句话 事出反常 必有妖啊 这世上 哪有百分之百的完美呢 特别是创业之路 哪有顺风顺水啊 一个好点子 他就能裁员滚滚的事 不能说没有 但至少是 凤毛麟角啊 您说对吧 技术瓶颈出现 急于求成 走上歪门邪道 本来呢 这个产品构想 用微流体技术 来提高血液诊断效率 这挺好的 反正从技术上讲 没忙碌 但是 偏偏在落地成产品的过程中 遇到麻烦了 遇到什么麻烦呢 人为的麻烦 和许多霸道总裁一样 霍姆斯也是个有强迫症的老板 我估计啊 他也是处女座 因为他自己晕针 害怕针头 所以他坚持要求 我们公司开发的血液检测仪 必须要足够完美 用户只要取指尖一滴血 就可以完成所有检测 还有 我要这台仪器足够小 足够轻 检测盒 我只想要一张信用卡那么大 各位啊 这画面是不是很熟悉啊 当年乔布斯对苹果手机的开发设计 就是这样的 必须百分百的完美 一点瑕疵都不行有 这下就难办了 老板亲自干涉 工程团队很抓狂 本来他们的计划是先开发出一个功能正常的机器 再想办法缩小尺寸 但是 霸道女总裁寸步不让 不行不行不行 我等不起我这个青春不能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必须要一个完美的产品 工程团队很无奈 老板都下了死命令 我们还能咋 端谁挽 扶谁管呢 硬着头皮干吧 最后 仪器倒是按要求给弄出来了 唯一的问题是 这个不稳定 表现是时好时坏 而且检测结果也非常不稳定 说白了 这个仪器长相是完美 功能一坨扎 机器中的绿茶表 这产品有这么大的技术bug 对创业公司来说 那绝对是个致命问题 但是 作为创始人 霍姆斯的应对方式竟然是四个字 瞒天过海 对投资人绝口不提 现场演示产品刚是一顿忽悠 怎么操作的呢 现场彩写 现场检测 这些动作 通通都是现场实际操作的 但是 等到显示检测结果的时候 观众只需要看到一个数据 对不对 这个结果压根不是现场那台仪器检测出来的 而是由公司总部服务器发送到那台仪器上的一个假结果 这个假动作在互联网时代 一点都不难完成 各位 就连互联网小白都可以操作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就这样投资人被成功的蒙在鼓里 大概是尝到了欺骗的甜头 在对欧洲医药巨头诺华制药做产品演示的时候 霍姆斯顾忌重演 用事先录好的实验录像代替了现场演示 没想到被自家财务总监亨利莫斯利发现了 莫斯利非常震惊 对霍姆斯说 你这不是骗人吗 你这就是欺骗投资人的钱呢 这怎么能行呢 面对质疑 霍姆斯二话不说 用了所有糊涂霸道总裁都惯用的一招 我不要你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 我不解决问题 我只解决提问题的人 当场让莫斯利卷破盖卷走人 并且原先承诺给他的七票七权一分没有 为什么这么轻易把财务总监给吵了 各位财务总监什么级别 企业绝对的高管 在董事会都可以排进前三前四的人物 说吵就给吵了 因为这位霸道女总裁 不能接受下属挑衅她的权威 一丁点都不行 可是不管怎么样 谎话是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时 没有不透风的裤衩啊 技术问题必须得想办法解决啊 工程团队花了好几个月 使劲浑身解数 改进检测盒 头发都愁白了 但是无解于事 迟迟没有进展 更糟心的是 霍姆斯嫌他们动作太慢 干脆新招了一拨人 组建了一个新团队 和老团队玩起了PK 可是你这团队再新 他也是人 他不是一群神啊 一样解决不了微流体技术难题 最后他们索性 抛弃原来的方向 另辟一条新路 改用微型机器人 来实现血液的分离和检测 如此一来 新的检测盒像一个托盘 上面放着小塑料试管和吸液器 而新的阅读器 就像一个迷你实验室 里边的机械手 可以自动进行一系列操作 利用生化反应测的结果 按照这个路子 新开发出来的血液检测仪 就不再是最初设想的那个 检测盒只有信用卡大小 两部完成裁写和检测的精巧仪器了 咱们这位霸道女总裁霍姆斯 他能接受吗 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他看来之后 挺满意 什么微流体技术啊 什么创业出新呢 直接让他抛出脑后 当然被他一起抛开的 还有原本的工程团队 二十几个技术工人 全部卷破开卷 糟人 我不知道这个老团队会不会人人咬牙切指 剁碎脚后跟肠子都悔情了 早知道这姑娘这么豪哄 我们当年也给你变种形态啊 当然不管怎么说吧 这产品是终于鼓得出来了 霍姆斯呢 也开心了 可公司的元老级员工 当初满怀一腔创业热情 加入团队的同门师兄 罗伊很失望 在他看来 新仪器虽然能用 但是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叫新产品吗 你只不过是把现有的 验血技术做了微缩和自动化 半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啊 半点创新都谈不上啊 而且这个仪器能做的检测种类非常有限 你当年怎么想的 你不是一下能检测两百多项吗 这个肯定不行 所有这些都跟霍姆斯当初描绘 辩解检测低血验病 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罗伊觉得 再盖下去 没什么意思了 他跟霍姆斯提出辞职 虽然是第一位加入创业团队的人 虽然是同门师兄 但是霍姆斯一样 没有半点情分 要走可以 有条件 你得跟我签一份协议 自愿以公司上一轮估值的两折价格 把你手上的一百一十三万股股份 回收给公司 够无情吧 说一不二 薄情寡义 弄虚作假 就这样 霍姆斯能混得下去吗 当然了 现实中这样的老板 领导 说实在的也不在少数 人家照样活得好好的 前提是 公司得经营得下去 霍姆斯可以吗 很快 更大更多的问题 就暴露出来了 经营状况让人生疑 董事会发动政变 终告失败 其实对于希拉洛斯的业务不是没人提出过质疑 最早提出质疑的可能要数被霍姆斯开除的那位财务总监莫斯利 在他任职的八个月里主要负责公司的融资事宜 这位财务总监发现老板每次都跟他吹的天花乱坠 说公司拿下多少多少合作协议 很快公司就能赚多少多少钱 你把财务预算做的好看一点 数据调高一点 不行的话就再高一点 可问题是 那些巨额合同啊 巨额合同在哪啊 我要见到的是白纸黑字啊 从来只听老板吹嘘 视为财务总监 他压根就没见过骗子之字啊 同样心有一律的还有一个人 公司董事会成员艾维特维尼安 这人可了不得来头不小 曾经是乔布斯的左膀右臂 退休之后加入了希拉洛斯 作为董事会成员 看看合同不过分吧 结果呢 他每次提出看合同 得到的回答都是 正在法律评估中不便查看 还有 每次霍姆斯都信誓旦旦说 我们的产品已经到了最后的微调阶段了 很快就能逃入生产 在不久的将来 全美国家庭都会像当初抢购iPhone一样 抢购我们的血液检测仪 结果产品发布日一拖再拖 每次都说 有个新的技术小八个需要调整一下 你有些小毛病还要再完善一下 就这么点小障碍 过了之后就一马平穿 这特维尼安觉得是有蹊跷啊 私下里他收集了一些文件证据 找到董事会主席唐纳德卢卡斯 说你看看吧 这里边自相矛盾 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太多了 没想到董事会主席卢卡斯 他压根听不进去 对霍姆斯 卢卡斯选择的是无条件信任 他对特维尼安说 哎呀 创业公司吗 哪有不用点小把戏 耍点小心机的呢 你安啦 别关心这些了 哎 你要是受不了的话没关系 你走人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条 咱们各走各的 井水不犯合水好吧 行吧 这一下 特维尼安辞职 这还不算 特维尼安刚走 后脚又高管 又找到董事会主席 这回是公司的销售总监和法律总顾问 这俩人觉得呀 公司目前的财务和技术状况不太对劲啊 且不说合同是真是假 就算都是真的 也不能直接拿合同金额来做财务预测 因为这类合同一般有个试验器 如果合作方觉得一切不好用 那是随时会解除合同的 合同款就随之作废了 也就是说 除非这个燕血一期效果过硬 百分之百靠谱 否则的话 你不能把合同金额完全算入收入预测 问题就在这里呀 这一期哪里能百分之百靠谱啊 每次做展示 不是这出问题 就是那出问题 反正从来没表现正常过 这一下 董事会主席卢卡斯坐不住了 公司高管一而再 再而三的来反映情况 那看来问题相当严重啊 于是他马上召集三个董事来开会 最后一致认为 霍姆斯这个小同志还是太年轻 没经验啊 不适合再当CEO了 董事会都表决了 那看来霍姆斯很快要下台了 各位 你还真别太天真呢 要是这么轻易就被政变给搞下台 他还能被称为女版乔布斯吗 面对董事会的决议 霍姆斯在几位长辈面前 又是诚恳道歉 又是认真反省错误 俩大眼睛 善呼善呼的还卖个萌 同时信誓旦旦表示自己一定痛改前非 一定把公司经营的蒸蒸日上 然后又流下了几滴真诚感人的眼泪 你想想 二十出头一小姑娘 跟你卖个萌 动个情 那水汪汪的眼角还挂着两滴眼泪 然后说 嗯我错了吗 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哎 董事会这几个老头招架得住吗 太有说服力了 太感人了 太让人受不了了 两个小时 就两个小时 董事会居然改变了 罢免他的决定 让他继续当CEO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就这么结束 保住自己的位置之后 霍姆斯以雷霆之事 解雇了那两位向董事会告状的高管 同时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把公司内部对自己不满的员工来了个大清洗 要么直接辞退 要么边缘化处理 逼他们自己走人 经此事之后 霍姆斯大权独揽 只手折天 他后来还强行通过决议 让自己掌握公司99.7%的投票权 董事会彻底沦为摆设 当然 他在弄虚作假的道路上 也越走越远 商业合作一拖再拖 狐狸尾巴日渐显露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美国经济是一片衰败 只有硅谷的科技公司一直独秀 很多大公司纷纷来这找机会 希望能拓展业务实现创新 此时的希拉洛斯 作为硅谷的明星公司之一 自然也备受关注 光是在2010年 就谈成了两笔大合作 其中一个是跟大型连锁药店 沃尔格林 他们觉得 要是能在每个药店都放上希拉洛斯的仪器 不仅能增加收入 还会改变医药零售行业的游戏规则 扩大公司影响力 但双方开了几次会之后 沃尔格林的专业顾问凯文亨特 却觉得希拉洛斯疑点重重 第一 霍姆斯说公司有专业的实验室 却以保密为由不让他参观 就连在门口看一下都不行 第二 霍姆斯说公司的仪器能做192项血液检测 但从检测原理判断 最多只能做到其中的一把 第三 他不止一次要求 用希拉洛斯的仪器现场做个测试 再跟医院的检测结果做个对比 却被一再搪塞过去 亨特断定 这么神神秘秘 遮遮掩掩掩 肯定这里边有鬼 事实证明亨特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希拉洛斯并不具备商业化的产品 仪器的检测项目也十分有限 而且结果很不靠谱 就在几个月以前 制药巨头辉瑞才刚刚因此 终止了跟希拉洛斯的合作实验 种种迹象表明 希拉洛斯有问题 然而那又怎样呢 沃尔格林的那些高管们 对亨特的意见是一句没听进去 反而嫌他太多事 拖慢了合作进度 时间啊 效率啊 抓住速度啊 就是抓住商机啊 最后干脆不让他参加双方的会议 你看这糊涂车子都碰到一块了 除了沃尔格林 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 西夫委公司也对希拉洛斯很感兴趣 他们想在门店里设立健康中心 专门提供血液检测服务 这么大的生意 霍姆斯肯定是满口答应 但是签了协议以后 项目进度却一拖再拖 什么借口都用上了 有一次说什么呢 甚至说日本大地震影响检测盒的生产 就这样 他拖了两年 合作总算有了进展 2012年 西夫委新拿自家员工试水 在公司里开了一家健康诊所 由希拉洛斯负责血液检测 然而就是这次合作暴露出了更多的疑点 希拉洛斯放着好好的诊所不用 却大老远的把血液样本寄到公司的实验室去检测 每个人做检查的时候都会被踩两次血 一次是指剑 另一次是传统的静脉血 有的员工拿到的结果 说指标异常 自己再去医院检查一次 啥事没有 而那些准确的检测结果呢 经过调查 竟然大部分都是由另一家机构做出来的 事到如今就算拿小木脚指头想想都知道 这里边有猫腻啊 西夫委的首席医疗官警告说 希拉洛斯的技术是肯定有问题 可不知怎么鬼迷心腔了 西夫委CEO史蒂夫博德对希拉洛斯没有半点怀疑 胸脯拍的是啪啪响 你放心 我保证他们的技术绝对可靠 而且继续大笔大笔的投钱改造门店 没过几年 这两家公司就为自己的执迷不误和固执己见付出了代价 沃尔格林原本计划2013年全面开展合作 却一直拖了三年还没启动 因此损失超过1.4亿美元 而西夫委花大价钱在门店里建好的健康中心 直到2013年还空荡荡的愤怒的股东们把博德碾下台 跟希拉洛斯的合作也最终在2015年高吹了 真相终于大白 谎言才是真正的商业秘密 说到这儿想必大家都明白了 霍姆斯一直以来藏着掖着费尽心思要保护的秘密 其实只就一个 那就是希拉洛斯整个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血液检测仪的技术难题始终没有解决 但是为了让希拉洛斯获得他期望中的影响力 霍姆斯自欺欺人 打死都不承认 公司压根没有成熟的产品 他们所谓的秘密实验室里 放的全是普通的检测仪器 用的是传统的静脉血 负责检测的员工还半桶水操作不规范 结果导致错漏百出 最后只能把检测工作外包出去了 那可能你要问了 霍姆斯一个人想瞒天惯海也就罢了 公司那么多人哪 难道都愿意跟着他干骗人的勾当吗 咱们前面也看到了 凡是对霍姆斯的做法有一丁点质疑 敢于提出意见的人 无一例外都被赶出了公司 更觉得是 他们走之前都会被迫签下一份保密协议 说如果私自保留公司资料 或者对外透露半点口风 就等着被告到倾家荡产吧 您想啊 希拉洛斯那么有钱 请的都是顶级律师 一个普通员工怎么跟他斗啊 所以不管是在职的还是离职的员工 没人敢吭声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谎言是越吹越大 不过很快 一个看似无关的人 捅破了这层窗户这儿 霍姆斯父母有个老邻居 叫查德福兹 这人是个医疗企业家 性格傲慢的 看着这霍姆斯家的女儿年纪轻轻 呵把这日子过了红红火火 那事业公司经营的有声有色 打心眼里边就羡慕嫉妒恨 打算暗中使坏 他偷偷申请了一种医学报警机制的专利 他盘算的是什么呢 只要希拉洛斯的产品想投入市场 就肯定绕不开这个专利 到时候我敲你一大笔特许使用费 霍姆斯知道之后都气疯了 一怒之下把富兹和他儿子约翰告上法庭 为什么还告他儿子呢 原来啊 约翰工作的律所正好在给希拉洛斯做专利咨询 霍姆斯一口咬尽 就是约翰把商业机密透露给他爸的 2014年 富兹被官司搞得是焦头烂额 最终选择和解 但是他又不甘心 他搜集了一堆希拉洛斯骗局的蛛丝马迹 爆料给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也就是本书的作者 约翰卡雷鲁 约翰卡雷鲁顺藤摸瓜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找到了好些个知情人士 做了秘密访谈 这事可瞒不住霍姆斯啊 他好不容易下这么大一盘棋 我怎么能让你个记者给叫黄了呢 2014年秋天 霍姆斯结识了传媒大亨 鲁伯特莫多克 说服他成为希拉洛斯的投资人和董事 你要知道啊 莫多克是什么人 华尔街日报的大老板 也就是卡雷鲁的领导 霍姆斯觉得只要搞定莫多克 你个小记者还不乖乖闭嘴 结果万万没想到 莫多克拒绝了 作为老板 他宁可让1.25亿美元投资打水漂 也不愿意干涉手下人的工作 最终在2015年10月15号 一篇题为一家被看好的创业公司的挣扎的报道 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 在里边卡雷鲁把希拉洛斯和霍姆斯的种种欺骗行径 揭个底朝天 这篇报道让希拉洛斯再次成为整个硅谷的焦点 只不过这一次他得到的不是鲜花 也没有掌声 而是嘲笑和鄙夷 直到2016年 希拉洛斯终于扛不住了 合作接连终止 员工纷纷离职 再加上舆论重压 机构处罚 就连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也开始对他展开调查 2018年9月 希拉洛斯宣告破产 而一手见起这个巨大谎言的霍姆斯 也在同年受到诈骗罪和共谋罪的指控 面临着锒铛入狱的可能 好了 各位故事说到这就算告一段落了 回顾整件事 霍姆斯一开始就冲着成功企业家的目标去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他可没少付出努力 要说这么多年 这姑娘过得也不容易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靠咖啡因来保持精神饱满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每天故意压低嗓音 穿着单调的商务装 就是为了能在男性主导的硅谷商业圈被认真对待 他容易吗 他错了吗 十年创业之路 找投资摩产品 应付各路人士 这过程任何一项都不容易 更何况这么多事都得他一个人扛 这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再说他的欺骗 在硅谷有一个所谓严九成针的定律 啥意思呢 意思就是靠吹概念 讲故事 迅速拿到大笔融资 先凭设想 推出一个不完善的产品 等攒到资源有钱了 有团队了 慢慢完事 把空中阁楼一点点落地成真实产品 这个不稀奇啊 苹果 甲骨文之类的公司 早期全这么干的 那为什么乔布斯成功呢 霍姆斯不行呢 因为这不一样了 霍姆斯涉足的是医疗 它跟软件不一样 医疗产品市场 那是关乎人们性命健康的东西 这玩意儿核心技术必须百分百过硬啊 容不得半点bug和水分 你说手机不好使了 重启 充电 拿去修 大不了摔碎了 我再买一台 医疗器械不好使 这儿正守着树的 突然之间 一气坏了 你重启 你摔了 你再买一台 一条人命可就没了 咱们得承认啊 霍姆斯这姑娘能言善道 人 极具魅力 抓住了人们对科技产品的追捧 所以他能成功忽悠到一群同样不懂行的巨头和权贵 所以他很自信 产品不完善又怎样 有钱 有人 我就能让他从无道有 哎呀 可惜了 这位来自斯坦福名校的女大学生啊 毕竟只在大学上过一年化工课 根本不懂医疗行业 没有师大师的医疗知识 最后 凭着一股激情满腔的自负 越走越偏 把一副好牌打得稀烂 滴血成金的神话 烂尾成一个巨大的谎言 各位啊 合上这本书 咱小感慨两句 不算时间狗 不算拖时间 爱听就听 不爱听 你就可以关了 说为什么那么多政商两届大佬都被他说服了 一个价值近百亿的商业骗局能持续这么久 我只能说 这个时代太膜拜科技领袖 对科技的盲目崇拜 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一种共病 求心 求快 求辩解 不正是霍姆斯的血液检测仪 设想能宏记一时的根本原因吗 今天的人们 太明信科学了 好像科技无所不能 能满足一切我们的需求 再一个 自从乔布斯之后 大家发现没有 很多人都梦想着能成为乔布斯那样的英雄式人物 什么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乔布斯那句名言 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 哎呀 我估计呀 让不少小年轻们激动发狂的就是这句话 霍姆斯不就是如此吧 处处模仿乔布斯 结果呢 翻车了 坑了多少人呢 小感慨一下 人生有梦想 何错之有 但如果这个也要说改变世界 那个也不风魔不成火 是个小年轻就说要改变世界 我天哪 那这世界太可怕了 你改变一下 我改变一下 这世界就不成世界了 只言片语不一定对 但是有一种感慨 我觉得还是挺对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世界 那就是生而为人 你要善良 你要知足 你要脚踏实地 如果你做到了这些 世界就为此改变 因为世界因为你 多了一个好人 不知道各位 同意不同意 各位可以在留言讨论区给我留言 这本书就跟各位说到这 咱们下本书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